元旦假期结束,不过好天气还没有结束 由于东北季风减弱,气温回暖 东半部地区星期三以前,偶有局部短暂雨 不过到星期四,东北季风会增强 气温会一路下滑到周末 早晚还是冷的,请民众要注意保暖 三天元旦假期结束,好天气还没结束 由于东北季风减弱 周一至周三,花冬地区气温回升 偶有局部短暂雨 周三下半天受到封面影响,水气增加 正义民众周三外出要攜带雨具备用 三号、四号、五号天气大概是这一周 天气会比较行朗的一个天气 可能就是一些多雨 然后局部地方短暂雨的情形 温度到五号,温度可能是最高的一个情形 然后到六号开始,我们说到 另外一波东北风会影响到我们 然后水气也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六号开始 一直到期末九号的时候,星期日 整个花莲的天气就开始变成 阴雨的情形 然后局部地方可能雨下的比较多一点点 但是不会下太大 就是绵绵雨就这样而已 然后最低温大概会发生在九号的时候 就是九号晚上 最低温可能到十六度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晚上的温度 大概都不是很高 就是在十六、十七、十八度 所以你如果是找出晚归的 还是建议你穿一些外套 或是穿一些雨衣 因为我们整周的天气都不是很好 都可能会是早晚会有一些雨 雨式的一个情形 上半周暖,下半周冷 周四开始受东北季风影响 华东地区气温明显下滑 伴随局部短暂雨 尤其周末气温再降 提醒民众留意气温变化 尤其年长者、心血管疾病患者 要适时增添衣物保暖 记得蒋帮叶华联士报导